人力部最新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报告显示 滑倒、半岛和跌倒所造成的创伤 是工作场所最常见的非致命事故 2022年全年共发生了200起滑半跌所导致的严重工伤事件 占了所有严重工伤事件的33% 而数据显示 这类工伤事件的数量过去几年基本是保持平稳 其实呢 为了避免这类工伤事件 业界和当局已经通过了强化政策 改善工作程序和技术研发来克服问题 今天的城光聚焦 我们就带你去了解这些措施的成效 位于十里达俱乐部的这家餐馆 每当到了午餐和晚餐时间 厨房就特别忙碌 通常有8名厨师在里头忙着接订单 管理层制定一套行为准则 降低滑倒、半岛和跌倒事故发生的风险 好像你煮东西时的油脂、水洒在地上 会很容易导致滑倒的 所以我们有工作程序来确保 如果地上有油脂、有丝 我们要马上清理 我们厨房的地砖是使用防滑的材料来制成 除此之外 我们的员工需要穿安全线 他们有穿正确的鞋才可以在里面厨房做工 十里达俱乐部透露 有了这些安全措施 餐馆、厨房至今并没有发生任何 因为滑、半、跌所导致的工伤事件 人力部的数据显示 在2022年滑倒、半岛和跌倒是严重工伤事件的首要原因 从高处坠落和机械事故则分别排第二和第三 去年因滑、半、跌倒所导致的200起严重工伤事件当中 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工作场所的地面问题所导致的 包括地面失滑 员工没有穿适当的工作鞋等 去年有五个人在滑、半、跌事故中丧命 不少工作场所 目前都会在厕所、厨房等风险较高的地方 贴上防滑贴或是设置防滑地点 受访专家透露 这类产品在市面上已经被广风采用 质量好的产品则能够有效地 把滑倒的几率降低五到九成 然而要完全地避免意外发生 员工的安全意识不可或缺 当一杯水泼在地上 我们就需要尽快把它移走或者给它擦干 或者说我们走路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习惯盯着手机 不会去注意周围的情况 这些都是跟每个人的行为方式 和自己的安全意识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采用不同的安全方案的时候 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强 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意识 从而来达到减少 真正减少或者甚至于避免 这些事故在发生的可能性 为了减少本地工商意外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 每年四月都会推出一系列宣传活动 提醒雇主和雇员注意工作场所安全 根据2022年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报告 人力部去年9月起 推展高度安全戒备期之后 职场安全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制造业的事故发生率不减反增 因此将高度安全戒备期 延长到今年5月底 要减少工作场所发生滑半跌的事故 雇主和员工都责无旁贷 除了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也得时刻地保持紧确性 那为了加强各领域的工作场所安全 政府和雇主近年来 也把目光图向了科技 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科技 来提升安全意识 减少意外发生 当局过去几年来 致力于推动各领域 开发和采用科技 来预防工作场所的滑半跌事故 早在2020年 在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学院 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和建设局 所推出的计划下 本地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获得当局支持 研发出能实时侦测出 滑半跌事故的智能穿戴设备 让雇主能够鉴定 意外黑区在哪里 同时更好地监测 和员工的安全 隔年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学院 连同海事业举办科技挑战赛 以鼓励本地海事业的创新和数码化 其中一组团队研发出一款智能鞋垫 能通过内部的传感器 实时监测到穿鞋者的行动数据 包括是否失去平衡 跌倒或从高空坠落 研发团队去年底 已经让一批海事人员穿戴测试 希望进一步改良鞋垫 这类科技也能帮助雇主 及早发现风险 采取必要措施 避免意外发生 STF 近隙隙隙隙 通常都没有报告到顾问 所以我认为技术可以很帮助 这些技术可以提供 像是这家本地初创企业所研发的智能科技软件 已经在海内外的建筑业制造业等多个领域被采用 公司的智能科技软件安装到摄像系统之后 就能检测出是否出现任何违规或是不安全的行为 打个比方 智能科技软件能够检测出建筑工人在工地上 是否有戴好安全帽和穿上安全衣 一旦工人脱下安全帽或安全衣 软件就会向系统发出警讯 建筑工地的管理员也会获得通知 并且及时地采取对策 避免滑倒 半倒或者是跌倒的事故发生 在这种困难的地图的地方 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出现 工作是8-9天的时间 你不可以直接有警察的区别 一直在在地图的区别 看着每个僚人 要保证他们正确实在正确的方法 所以现在你不需要用人家的区别 走到地图和看着什么是在地图 但是用了手机的手机 我们在这些规律和安全补兴 需要在地图的区别 他們從這些好的計劃 我們就不會暴露了 技術開發商早前 針對大約10家企業 所展開的調查顯示 採用了這個人工智能軟件的公司 安全人員在安檢上所花的時間 減少了四成 所發生的滑半跌等意外 也減少了三成 基本上 智慧智能不能避免 安全公司是一員 用盤子去掉 而被避免的事 而被人工智能做的 是讓人工智能大量的數量 大量的數量 大量的照片 大量的照片 並提供更多的資訊 和知識的保護者和團隊